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11點鐘方向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研發科技 都會獲得20黃金 而且他的建築的速度也是一面最快的文明 西班牙人他的兵工廠的研發科技 也不需要黃金,而且研發科技就可以獲得黃金 這一點效果讓西班牙人後期可以順利轉出優雅 城堡時代一樣可以打西班牙人徹服者 所以西班牙人後期是還蠻強力的文明 不管是火槍火炮都有,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最重要的是他的垃圾兵都是全滿的 大洛馬、大強兵、戰寶兵都是三級防、三級攻 非常強悍的文明 但他的經濟加成並不是很明顯 所以這部分的東西可能要靠七針 去把這個經濟劣勢給打回來 那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就會為四點鐘方向 這邊黃色選擇的日本人 那日本人呢,這邊是有防牧場跟魔防 各半價的優惠 所以他的經濟前期照理來說 可以比對手多省下150木頭 這150木頭就可以讓他快速產生攻兵 或是下防牧場或是三片農田 都是他的一個前期的經濟加成 那日本人的經濟加成在海戰來說會比較厲害 有這個捕魚的效率加成 那一路戰來說的話 前期的經濟加成就只有這些能力了 那後期的經濟可能也不是到非常好 還是要去打一些流迪馬 或是打這個強弩阿 或是日本武士之類的單位拿出一些優勢來 不然就是要使用大型劍塔去控圖 增加自己的優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日本人打西班牙現在比較主流打法 可能還是打這個流迪馬跟是強弩的路線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這個單位 基本上用弓兵是可以很好處理的 那當然也是有看過僧侶配上戰毛兵的防守方法 那以Viper這種等級的職業選手來說 應該會看到強弩跟流迪馬作為主力 那西班牙這邊應該是會走西陣路線 封建時代一樣先正常打架 好,兩邊都是打一個十七匹嗎? 喔,Viper這邊想要打三棒棒 轉裝甲步兵的樣子 好,這邊三隻棒棒準備要出來了 那西班牙這邊是十七匹,點封建時代 那Viper這邊村民可能要再多彎一點產生上去了 那木頭一樣三個人伐木 好,三棒棒出去 封建時代點下 好,兩個人去採黃金 待會採到四十黃金 就會直接升上裝甲步兵 那西班牙這邊是升到了封建時代 但是馬舊 要轉馬舊嗎?還是要轉射箭場呢? 應該是馬舊沒錯 結果看到棒棒了 哎呀,直接下來一個實踐場 那這邊黃金就要趕快挖一下了 好,研發了支部技術 跟法木技術 馬上就有九十塊黃金 可以按兩隻弓兵了 這是西班牙人前期很強的buff 不用挖黃金,也可以按出兩隻弓兵來 OK,日本mipe點下了裝甲步兵 那日本人封建時代開始 步兵的攻擊速度增加33% 這意味著這些棒棒的攻擊傷害 三棒棒等於四隻棒棒傷害值 攻速之快啊,非常可怕 打這個木牆啊,伐木場都很快 但是遇到弓兵的話還是得退啊 這個防律被受到還是有點痛的 好,mipe直接日本前置射箭場 打這個塔公公 雙射箭場 前置塔公公,箭塔也蓋好 好,後面有裝甲 前面有弓箭手 西班牙這邊趕快建了一個箭塔 趕快反擊 好,被射死了一隻弓兵 好,後面再補下新的防御場 呃,不是防御場,兵工場 好,正面,正面裝甲 最後是被擊殺到了一隻村民 但是裝甲不兵 最後還是被西班牙給解掉了 沒想到mipe前期打這麼兇啊 後面的裝甲只有騷擾到一點點 但還是有騷擾到一點經濟 這個經濟稍微有點落後了 西班牙人這邊 經濟大於輸100支援而已 並不是很明顯 好,這根箭塔蓋好之後 暫時可以守住果子 好,日本人這邊點下了一擊一射 好,前置雙射箭場 mipe有什麼想法嗎 這裡要回頭挖黃金 好,挖石頭 上面工兵走上去了 下面的毛兵好像沒有看到 這一波流進去 工兵繼續流 好,走過來 完蛋,又要死村了 西班牙一村被拿下 第二村也沒了 好,第三村有機會嗎 看一下這一波 哇,三村全收 西班牙27村打27 Viper這邊的村數稍微有點落後 因為他剛剛可能為了點裝甲步兵升級 有點斷村喔 來到快兩分鐘喔 這個算是Viper的前期失誤喔 但是這三村拿回來喔 結果沒有這麼虧了 好,這裡看一下 走到這個小洞裡面 再做偷射,先射殘血的 喔! 這一劍就還射死了 哇,Viper這個 騷擾很給力 開局拿五村 這位應該是Dank 這個應該不是Dak 這個是Dak 我不會念 那我記得Dak的英文不是這樣拚的 那這位選手也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在一些大賽裡面 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出現 那我對他不守 好,但沒有想到他前期被偷了五村 有點傷啊 好,西班牙這邊搜純 弓箭手直接走到了箭塔上面 空果子 好,聰明想要走進來 結果被Viper 要被對手西班牙的弓兵給壓了回去 後面弓箭手 沒辦法繼續騷擾 箭塔被箭起來了 好,帶毛兵回來 這些工兵全死 Viper這部工兵送的不是很好 不應該送掉了 好,這裡挖石頭的村民 被騷擾 好,這裡毛兵過來 村民可能要死去了 趕快跑 哇,這一村沒了 這工兵要小心 現在日本人這邊要打贏 現在西班牙這個配兵組成 一定要轉肉吧 哇,工兵一出來 尷尬 殺一隻工兵 來不及 好,右邊又有一坨工兵 再繼續騷擾 Viper這邊的騷擾非常自喜啊 這邊弄完換這裡弄 左邊出來 算撤退了 又回去挖石頭 哈哈哈哈 就是要挖一下石頭 好,那先騎的騷擾 看起來Viper是做到了蠻多事情的 好,只要這個市集蓋不好 就可以拖到對方升級的時間 好,定掉了一隻工兵 這三隻工兵想要偷村民 偷不掉 剩下兩隻工兵 對射一下 對射 再拿一村 拿下 OK 這邊西班牙人被偷了六村啊 村民 已經領先擊殺了五隻村民了 但是分數卻沒有拉開 所以四季帝國裡面 只要一段村 經濟就會 很糟糕 好,這邊點一下了 城堡時代的升級 好,工兵 全部會收光 剩下日本人 沒有再繼續打工兵了 這邊 待會兒升到城堡時代 可以直接轉馬 功喔 那西班牙這邊城堡時代上去 已經開始挖石頭了 待會兒就要來轉出西征 好,西班牙征服者 好,西班牙人這邊有大動作了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出來 大約十二村喔 十二村出來 應該是要蓋這個金礦處 或是直接壓在最深處這個位置 可以讓牠知道 現在viper沒有足夠多的兵力 好,但是現在準備要拉村民過來 蓋一下房子 或是翹一下石牆 拉村民直接過來打架 好,填下了品種 經濟配置現在是馬攻路線 木頭跟黃金很多 好,城堡時代還有五秒鐘 落馬再按一些 裝甲步兵按下去 現在這邊急需打架支援 但是城堡已經敲了下去 這邊村民可能要直接撤了 好,馬攻趕快按 流滴馬 但是流滴馬對西班牙來說 應該是完全沒用途的 流滴馬的效果 是打步攻兵會加兩點的傷害 當然西班牙人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 應該是用不到這個特殊效果 但日本走馬攻路線 是現在比較夯的 那馬攻路線的話 好處還有對得上對方西班牙征服者 也不會喪失自己的主動權 好,這裡有隻工兵稍微小小騷擾一下 好,西針一出來 騎士已經沒有用途了 稍微防守一下 反擊戰毛兵用的 這裡直接補了3TC 打一個防守反擊 好,但西班牙這邊有個細節 是並沒有挺挖石頭的 這邊是打算利用城堡 繼續前壓 然後轉西針 給日本人 這邊更大的壓力 這邊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修道院 著想敵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也是相當好用的 好,直接一個連環寶 咖哩跟寶 爹跟寶也出來了 好,那現在vip的馬攻 現在沒有做太多的事情 然後找個機會 衝進去裡面射了一波 但是這裡有槍兵在門口等著 槍兵過來 來,vip想要衝進去 找個機會衝 但是對上防守得很好 好,結果還是溜進來了 這樣就尷尬了 直接被控金 但是這根堡也是要被蓋起來了 城市中心這裡要趕快收村 vip直接被擊殺了3隻村民 好,但是這邊的黃金勝利被控住 現在西班牙人黃金還沒有斷 因為他後面這些黃金可以挖viper的附金了 那viper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只能選擇 上帝龍時代了 上城堡時代 上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遇到衝車的話是很快解掉的 所以上衝車路線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這邊要趕快升帝龍時代才行 但是現在農庭用被控 現在要先守住家裡比較好 可能開個 奴兵開局 趕快防守反擊一下 在這邊想要過來 稍微微一下 對方還是可以開槍過來的 好,西貞 遇到聖旅 沒找到 哇,這裡哇 蓋梯是一個村民 要被西貞 Biang個好幾隻 西班牙征服者 就是這麼的難纏 村民書開始平衡了起來 44村打45村 vip稍微劣勢了一點 好 三毛兵 稍微回去防守一下 但是 馬攻傷害實在太高 看來防守效果並不是這麼的有明顯感 好啊 最後還有三隻馬攻 沒有辦法解決掉 好,現在是 多少TC 4TC繼續農 TC位置稍微往後一格走 好 這樣農田這邊可以繼續沿用下去 好 vip又開始拿出他的 拿手好戲 防守反擊流 然後 家裡 全部使用自己的生侶 那如果現在要打防守戰 防守反擊 最好的話就是轉這個戰毛兵 轉戰毛兵防守是蠻不錯的 打西班牙征服者 畢竟不傷黃金 哇 這裡又要兩隻村被收掉 好,這三隻馬攻 還沒有辦法出門 上面有箭塔 這裡馬攻能做到事情已經不多了 好,西班牙征服者 這邊往前 手禮發 好,miper開局殺五村 現在出名數多還了回去 54對48 西班牙這邊是雙TC農 也不是3TC 所以經濟上來說還算不錯 不會到這麼糟的感覺 但是現在這個修道院很尷尬 被壓制住的狀態 如果把這個生物放回去的話 很有可能放進去是幫對方撿生物的 所以看要不要在後方補一個修道院 好,果然在後面補一個修道院 這不補不行啊 不然這樣蒐集一生物 只是幫對手收集而已啊 好,這裡馬攻 稍微反擊一下 OK,搞定 全身科技 也點了 好,對方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九隻 好,這裡遭響一下 回頭走 但是要被搶死了一隻 第二隻生女也倒下 最後只遭響到了一隻生女 第二隻生女走得出來 趕快收進去 城中心裡 但是裡面人脈為患 屬村 趕快把一些村民放出來 OK,放出來之後再遭響了一次 但是村民都收進去 OK 好,這裡花圓 Viper有大動作了 一千多的石頭 看要直接來控這邊的黃金 跟城鎮中心了 Viper這一波溜村 好像有點東西 這裡要不要再補一個修道院 好,堅持使用生女戰法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的輸出傷害實在太好 不然就是兩村 好,這裡蓋薄 但是對手西班牙人有看得到嗎 日本這邊蓋薄 有機會直接控掉 哇,這個人沒有取消 結果Viper以為他會收村 結果也沒收村啊 好,趕快再回來繼續蓋 好,現在家裡被蓋薄的情況 現在西班牙人沒有注意到 好,看到騎士之後 終於發現了 城堡在這 好,這兩個城鎮中心 總被控了下來 那西班牙人這邊的地獄室戴 還需要一點時間 暫時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從左邊挖石頭 但是看到有人在挖 直接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西班牙征服者 暫時沒有標的可以打 先稍微休息一下 想個辦法解決一下家裡的城堡的問題 好,Viper也決定 要在這個高地 在劍根堡 反之我石頭多 繼續控你城鎮中心 好,Viper這邊很有想法 好,西班牙人這邊經濟調解一下 打一些村民到這裡 稍微在伐木 現在3TC繼續農 防守反擊 還是過得挺舒適的 這裡馬公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一隻都沒自己殺掉 好,毛兵過來擋一下 哇,這個傷害有點低啊 好,黃金繼續挖 Viper黃金開始穩定起來 31隻 按了幾隻日本武士 開始往裡面衝 但是被城鎮中心受到一點殘血 好,這裡想要逼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回家防守 西班牙這邊只拉了少量的 4隻犧牲回家 但打這些馬公也是確實有用了 好,城堡也快要蓋好 現在兩邊都有城堡的情況下 西班牙要不要來個大換家呢 帝王十代已經補下了 現在趕快往前蓋城堡 或是蓋巨頭 直接換個換家戰術也不錯 好,那現在西班牙安全的城堡中心 只有原本這一個 而且他的城堡中心都已經被城堡的射程 給壓制住了 好,這裡有大動作 這裡再挖黃金 外婆這邊有看到 他兩隻勝率來應對 好,拉村民去打架 最後找到了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箭塔能蓋起來 收村 好,碰住了這個黃金 這樣對手就不能好好挖金了 那MIPER這時候卻點下了銀罐 射箭孔 他可能認為西班牙這裡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點帝王十代 大家已經點下了 如果這邊再投資這個射箭孔 自己離帝王十代又更遠了 感覺這個銀罐的投資 在這個時間點不太好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才知道西班牙這邊是點帝王 好,MIPER這邊 這邊是決定 點了個彈道學 炮彈數量變很餓了 銀罐技術點完之後 箭塔的箭矢會再多加兩發 總共會有三發的箭矢效果 好,這邊電用十代一下 巨型頭C 大學還有化學 趕快補一下 那日本遇到生旅戰的時候 火炮可能不會那麼倒出來 還是要靠巨型頭C當作主力 好,這裡想要蓋箭塔 結果被犧牲給抓到 好,一隻日本武士在裡面偷砍村民 哇,兩隻日本武士 一直砍一直砍 西班牙這邊出名書 已經開始落後於VIPER 這邊繼續用禁塔 繼續推進支援點 但是巨型頭C已經出來了 VIPER離帝王時代時間 還非常遙遠 黃金雖然1000多塊 但是這裡並沒有打算 要透過買賣流生帝王時代 這裡不升地龍時代還有一個問題 是要用哪個城鎮中心去升地龍時代呢 因為這些城鎮中心都很快就會被拆掉了 因為巨型頭C打城鎮中心非常快 如果要升級的話 可能也是要在這種後方地方 開新的TC 然後去升時代會更好 這邊越來越多的村民只能到處逃竄了 巨型頭C出來 家裡能穩定種田的地方裡開始變少 但這邊一隻在打塔弓 西班牙也拉了村民過來打架 但西班牙這裡還沒有點霸權 所以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聖旅直接走了進來 直接硬招響了 哇 這邊開招 好 暫時招爆了一隻 這隻聖旅被吸引到射程範圍內 血量拉回來 哇 民土追魂啊 剛剛那隻聖旅應該看到人生跑馬燈了 結果血量被拉了回來 這就是醫學奇蹟 這都救得回來 好 我們兩個村中心 現在也沒有辦法很好營運了 下面的也爆了 這兩個TC也快要不保 但是現在沒有穩定的城中心 後面要趕快補下才行 不是這裡要補下 有城堡的地方 就稍微補下城中心 對於 Viper來說可能會更好 好 這邊開始絕機掰退 Viper的臭名處 一直一直的被偷抓掉了 有點慘烈 家裡狀況並不是很好 雖然木頭量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穩定的農田地區 好 這裡補了一個新的 這裡趕快撒農田 欸 這個 Viper不是用自動撒農田的 新功能 而是自己手動撒田 他這個撒田模式應該是自己手點 高手們還是比較習慣自己撒 這邊也是欸 這裡也不是用自動撒田 好 西班牙家裡的問題也解掉了 最近從11拉回來一台 解掉家裡建塔的塔工 但是西班牙的臭名處只剩下66村 Viper終於受不了 點出了戰毛兵 這個早點點戰毛 可能會稍微安心一點 好 當然這個戰毛兵出來 還有辦法能打嗎 現在點戰毛 就意味著地龍Stay更晚 好 這裡找到了城鎮中心 西班牙徹復者又立了大功 巨型頭11過來開拆 好 農田元素 現在只有18片田 家裡下方還沒有辦法穩定守住 這裡又再嘗試蓋了一些防禦箭塔 直接用肉身扛子彈 好 這裡收村 西班牙徹復者想要用 這裡想要用森裡去 去招翔巨型頭10機 但沒有辦法了 這已經解除了 哇 森裡可能會被射死 哇 來不及 哇 森裡最後一隻都沒有招翔到 OK 但右邊的西偵 三隻被招翔 稍微反擊一下 但是西偵數量還是很多 12隻的數量 好 巨型頭10機 開始工程 這裡按幾隻日本武士 想要去守屍巨頭 終於來到viper最後的大本營 這邊跟下方 下方暫時有守住 但很適合守多久呢 好 這邊直接追進去 基本武士有點衝動了 西班牙徹復者 直接彈開 上面的村民直接炸裂 避傷一堆村民死傷 viper與西班牙的 日本與西班牙的分數越來越多 越加越多了 5800分對7500分 怎麼感覺viper沒有辦法翻盤 農田也沒有取消 讓對方直接奪取了這些農田 好 家裡一陣困亂 現在日本人防守 有點困難 巨型頭10機出來之後 巨頭有點無雙 好 西班牙徹復者出來 又被彈掉 viper這邊要往後撤 好 這裡要不要收村一下 收村 哇 來不及收村的樣子 ok 還是把對手給逼退 這裡少量部隊 稍微嘗試解掉這一台巨型頭11 好 手推側也補下了 這根城堡 只能再撐兩發 下方viper重新蓋了一根箭塔 哇 這兩個箭塔 再次建起來 這裡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稍微平衡一下戰局了 沒想到擁有巨型頭10機的西班牙 還被viper的箭塔射成這樣子 這真的是有點奇葩 viper居然用箭塔開始 穩穩反擊 好 但是巨型頭10機 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辦法擠掉 好 戰毛兵 開始 把這些兵給推回去 起碼要征服者 數量回到了16隻 後方農地已經開始穩定下來 這裡黃金還有兩塊可以挖 好 點了一個鑽瓦技術 增加一下箭塔的血量 好 吸陣直接往前 瞬間秒殺了 大量的戰毛兵 戰毛兵還是有點虧不成軍 好 後面補了一個馬舊 這裡可以按一隻騎士 稍微去解一下巨型頭10機 來跑到這邊 通過買賣 終於點下了帝王10代 好 吸把點下了金罐 提升一下村民的血量跟攻擊力 這樣村民隨時都可以成為戰鬥單位了 好 左邊這個區域 頭10車稍微都更一下 好 先來一隻騎士 先去解左邊的清洗頭10車 好 家裡狀況現在是慢慢穩定的起來 Viper分數也就是落後的 因為對手拆建築物 獲得了很多分數 這個修道院終於也被解掉了 我們趕快解一下 好 這裡補蓋一個城鎮中心 好 兩隻騎士 努力輸出 Viper這邊重新蓋一個大城堡 好 想要直接控住左邊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這裡吸一半的征服者數量並不多 家裡的狀況非常危急 好 吸一半的征服者開始掃蕩 其實這麼多吸陣的數量應該要分成兩個隊 大概15隻左右分為一隊就可以了 好 分兵兩線 多線騷擾 但上方有戰鬥兵的關係 所以吸陣暫時上去會很危險 可能要到左邊這裡去支援自己的巨型頭C 會比較好 那現在西班牙這邊的工程器雖然不夠多 左邊的區域又被Viper給控制住 那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還是Viper非常落後 光是聰明術就還是落後的狀態了 那西班牙後期的這個聰明術越來越多 而且還可以拿聰明去當作輸出單位 Viper這邊經濟弱勢的情況下 日本要打贏西班牙 真的是不太容易 好 那目前看起來西班牙人要回去反擊了 應該是發現下面的冰影機不多 好 結果這台巨型頭C機好像要跑走了 Viper來不及去把他圍殺 尷尬 這裡已經追不到了 不知臭明趕快回家吧 Viper 帝王世代 中午有巨型頭C機可以開拆了 西班牙人這邊點下了衝車升級 雙巨頭 開石都根 這邊戰毛兵 終於遇到對方的主力部隊 但是有一台輕型頭車在這 自己用肉碼 過來看一下有沒有回來復根 看起來是沒有 好 戰毛兵這邊高達第一反擊回去 收掉了 戰毛兵趕快反擊 OK 大良戰毛打西真 西真會很虧 那現在西班牙家裡也是一團亂 Viper這裡開始有反擊的跡象 好 開始轉出了奴賓母子環 西班牙人則是轉出了肉碼 好 這裡有少量的騎士 加上西班牙征服者 開始指導黃龍 這裡大量村民趕快收村 日本武士快要扛不住 那日本武士砍西班牙征服者 四刀 五刀一隻 好 李村民史上路鍵慘重 工兵開始出來 日本武士趕快再繼續按 這裡補了一個增兵技術 Viper這邊反擊能夠成功嗎 洛瑪開始騷擾 好 洛瑪趕快 包夾一下巨型偷襲順利拿下 尷尬 Viper這邊只有弓兵 槍弄暫時點不下去 這裡硬扛城堡傷害 損失了一些西班牙征服者 哇 這個吸陣沒有控好 損失掉了只剩下一隻 但這兩隻騎士怎麼還在砍啊 哇 十八隻的擊殺術 Viper這一波有點小傷 蹲不蹲露露4打109 但是Viper的攻勢也被阻止了下來 這裡直接用大量的箭塔 防守回去 好 這裡戰毛兵可能要被圍殺 哇 只剩下三隻 戰毛全倒 Viper還能打嗎 哇 這裡居然還看到一根箭塔 是西班牙人箭塔 把他招搶過來的 但是現在西班牙人有三級馬海 非常耐抗箭矢 好 現在開始瘋狂馬爆 家裡沒有槍兵的話完全守不住 這些馬爆的威力 西班牙農田來到六三片田 存出肉馬 都可以把Viper給淹死啊 明明Viper是步兵大國 擋部打這些騎兵應該是很有一套才對 但是自己有點炭慢轉出重裝長槍兵 這一波槍肉馬過來 可能Viper家裡會生無法治理 好 Viper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西班牙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 日本人最後還是不敵西班牙人的 洛馬大軍還有這個西班牙人 征服者瘋狂的壓圖空圖 扎黎基本上是被督了根 換家也來不及換家成功 被對手的洛馬給噴了起來 甚至西班牙人還按了這個貿易車隊 想要跟Viper進行一下貿易啊 這裡還有這個四級啊 可以跟Viper跑貿易 太狠了 好 那西班牙人呢 這邊真的是打得蠻不錯的 一直有給Viper到足夠到的壓力 四個城鎮中心趕快升帝王巨頭開賽 龍田搶過來 上方的根據地也馬上就抓到了 後期直接大馬帽帶走Viper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西班牙人拿下支援上勝利 日本這邊則是輸了一些些 Viper這邊已經打得非常努力了 用這個大型劍塔可以撐到這個時候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